大年初四的早上 马来西亚市乃兴村发生火灾 造成了一对患有智能障碍的华裔兄弟 失去家园 由于事发突然 整栋房屋几乎完全被烧毁 两只家犬也因为来不及逃生而葬身火海 它的窗口全部都是火苗 就很快的速度 你就看到它开始白烟变黑烟 然后接下来就屋顶就不见了 经过大火吞噬的厨房一片凌乱 被烧的焦黑的铝罐和铁桶散落一地 在客厅那边浓烟大火 给路人看到就快快讲 你家隔壁找佛 那时候当时我孩子在家 帮忙去看 看原来它在里面 好像在客厅中间 烧火堆 烧纸那些辣鸡 早在十多年前 兄弟俩的母亲就曾接受过 慈悸的长期补助 在妈妈往生多年后 能够再次见到蓝天白云的志工 他们感到熟悉又亲切 感恩所有的师姑 师伯们来看望我 我真的很感恩 接下来我可能会 好好地跟我姑姑做工 能够重建自己的家园 好好地找我一个弟弟 送上物资和慰问津 重建家园的这段路 刺激的关怀也不会间断 大爱新闻真正美之宫 马来西亚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